许臣跟我结婚 完完全全就是偶像剧里的剧情 我一个普通女生 暑假回到乡下家里 看热闹的邻居挤满了小小的院子 院子里面停了一辆宝马 一辆麦巴赫 还有满院子的家电 家具 我掀门帘进屋 一眼就看到了沙发那个衣着烤旧的男人 许臣坐在沙发中间 敲着优雅二郎腿 高贵到像是微服私访的小皇帝 他言简意该 我爷爷要我来娶你 苏软 我张了张嘴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你在狗叫什么 从他脸上闪过一丝惊恶 但很快我就意识到 应该是传说中的壮大运了 许臣的秘书 在旁边喋喋不休地说了半个小时 大概意思就是 许臣爷爷下乡当知青那几年 被我爷救过苟命 哦 救过命 许臣爷爷致力于撮合后人两性联姻 许臣的爸为了逃脱只赴为婚 甚至逃到南非种香蕉去了 而许臣 他事快精明 深知 如果不按爷爷的命令找我结婚 那他即将失去巨额遗产计成全 我蹲在茶几旁客瓜子 朝他按照电视剧里的剧情来说 你不是应该义正词严地拒绝这种婚姻 然后再去找自己的白月光吗 许臣哼了声 电视剧看多了吧 他见我嗑瓜子嗑得香 伸出手抓了一把跟我一起嗑 上亿的遗产不香 他逆我一眼 娶个老婆而已 怎么算都不亏 何况你还挺好看 那你呢 你不应该也极力反对吗 他舔了舔鹰克瓜子发干的嘴唇 毕竟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 我傻吗 结个婚 每月有大把的零花钱 还有疼我的爷爷 讨厌的老公 还每天都不用回家惹人烦 更不用生小孩 这难道不快乐吗 许臣被瓜子呛到了 咳了半天 他伸出手指指了指我 行 苏软 咱们为期一年的夫妻契约 我不会碰你 私生活各不干涉 每个月十万零花钱给你 到期一拍两散 十 十万 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还要啥自行车呀 我甚至愿意伺候 许臣的白月光坐月子 他看我欲言又止 以为我嫌少 立刻补到 那二十万 不过财产你就别想了 一年后 我给你两千万的补偿 我只差没有原地起飞 于是 我们这对 加起来八百个心眼的狗男女 就这么临时凑成了一个家庭 为了不让爷爷引起怀疑 我们假装热恋了两个月 做戏做全套 两个月过后 我们假同居了 许臣有一个白月光 那白月光跟许臣 一直在国外 以朋友相称 但我看许臣每次接到白月光电话的时候 眼底似有星辰浮动 眼下白月光得知许臣即将结婚的消息 当下就赶了回国 还点名朋友聚会 要许臣带上我 白月光叫银冉冉 白富美 大长腿 其实连我也搞不清楚 许臣的爷爷 为什么这么偏执于 让自己的子孙后代 娶个乡下小妹 是我也会被气得去南非种香蕉 银冉冉是空姐 气质出挑 推开门的瞬间 我能感觉到许臣人都不一样了 原本低头玩手机的人 手机也不玩了 许臣甚至毫不掩饰 伸手点点她右边的空位 示意对方坐下 银冉冉也很懂事 坐下来就当着我的面 给了许臣一个贴面文 搞得我才像那个第三者 不过我无所谓 毕竟许臣拿钱砸够我了 我们截这场婚 更是各取所需 吃到一半有点成 我去卫生间上厕所 竟然 壮见 银冉冉 再和别的男人 亲热 那个男人也不是别人 就是许臣一个吗 沈潇 这人怎么进女厕啊 变态吗 银冉冉好像很主动 只是对方靠着洗手池 没什么反应 任其动作 银冉冉 点着脚环住对方的腰 阿笑 我回来了 你就没有什么 想对我说的吗 沈潇那人 吃笑了声 银冉冉 咱们好像也不熟吧 银冉冉冉 顺便为许臣感到同情 自己喜欢的姑娘 实际上却喜欢自己的哥们 这是 什么 人间 狗血剧 银冉冉刚准备说话 我隔壁坑的 不知是吃多了还是怎的 发出几声悠扬的屁声 还是很有节奏的那种 我平住呼吸 大气也不敢出 银冉冉 大概是被这个屁给惊到了 立刻匆匆出了卫生间 我又蹲了会儿 感觉应该人都出去了 才放心地从厕所出来 要不然被他们知道 我发现了这两人的奸情 我会不会被做掉 毕竟有钱人的生活 总是这么充满刺激和未知数 我刚一跨出卫生间 就被人一把拽走 是沈潇 我将着脖子被他拽到阳台上 我瞟了一眼楼下 这二楼被推下去 应该不会摔残废吧 正当我打算装作无事发生的时候 沈潇开口了 赞道 刚才的屁 放得不错 我无语了 他居然夸刚才那个屁放得好 而不是质问 我偷听到了多少 看样子 他确实是对银冉冉无感了 可是 关键这个屁 他也不是我放的呀 我何得何能 能白占别人的功劳 我坑吃道 我没有 沈潇却一点也不在意这个事实 很喜欢许琛 我想起跟许琛的合同里写的 对外要统一口径 要表现出我很爱她的样子 只能点点头 沈潇看了我一眼 笑了声 真是个笨蛋 我 沈潇松开我准备走 突然又回头扔了锯 像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别动真心 钱捞够了就抽身吧 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呜呜 好感动 居然有这么志同道合 明白我心思的人 他怎么知道 我捞够了钱 就要跑路了 回到包间里 经过别人的提醒 许琛搭在 银冉冉手背上的手 才收了回来 我看到许琛 把我面前的那碗蛋蒸鲜虾 推到了银冉冉面前 我坐下来时 瞪了她一眼 许琛给银冉冉加菜的 动作致了一下 仿佛有些意外 送我回家的路上 许琛点烟 把车停到路边 一口白雾吐出 她沉声道 酥软 咱们之间只是合约关系 约好了 不能动心 我喜欢银冉冉 不是一两年了 如果不是家里阻止 我早就向她求婚了 我吃得太饱 空调开得又高 有些昏昏欲睡 看着许琛一张一盒的嘴 试图辨别她说的话 脑子想得只是 她又在狗叫什么 许琛看了我一眼 突然转头 酥软 别这么看我 我不欠你什么 神经病啊 还在打瞌睡的 我居然这么被许琛赶了下来 许琛似乎有些烦躁 一踩油门就开了出去 不过没忘了给我转一千块的打车费 平息了一点我的怒火 我美滋滋地收了红包 准备扫个共享单车骑回家 身后一辆宝石节从我身边刮过 前去金米后一个急杀又退回来 车窗缓缓降下 是沈潇 她 你干嘛 我 回家 沈潇 不是上了许琛的车吗 我胡周 她想我话多吵 让我自己打车回家 沈潇呕了声 下车替我拉开车门 上车 我刚坐下半个屁股 沈潇就开口 车费两百 她看着我吃惊的表情笑 毕竟你是我哥们的未婚妻 得避嫌 我半个屁股立刻就抬了起来 干啥呀这是 我还不如扫辆共享单车呢 丁一声 路旁最后一辆共享单车 被人扫走 我手机也没电了 我咬咬牙 二十 沈潇笑得更开心了 成交 大一了 给多了 我估计给她十块她也愿意 到了目的地 我抬屁股下车 沈潇突然没头没脑地补了句 酥软 结婚不适而戏 自己考虑好 她大概是在同情我 毕竟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已经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了 可我也没办法呀 实在是许称给的太多了 我叹了口气 故作深沉道 没关系 就算她不喜欢我也没关系 嫁给她就是我最幸福的事了 说完这一句 我自己都差点恶心到干呕出来 等我回到家里 许称坐在沙发上 拿着手机 皱眉道 电话怎么打不通 我 没电了 许称 沈潇送你回来的 我点头 许称冷道 倒是会简陋 哟 这俩货不是兄弟吗 表面兄弟 许称把蛋糕盒子推给我 离沈潇远点 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像你这种傻不愣登的 到时候别被骗得 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有毛病 我抱着蛋糕盒子回卧室 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生活啊 不用上班当社畜 不用朝九晚五 每月领二十万 互不干涉对方的生活 一年后 我还能领到两千万的精神损失费 其实我倒不觉得这是精神损失费 毕竟我又不喜欢许称 我哪儿来的损失 嘿嘿嘿 可时间久了 许称看我不顺眼了 她觉得我每天睡觉做梦 笑声太大 隔着房间门都能把她吵醒 这不就是找茬吗 看在钱的份上 我忍了 好在是 许称比较忙 公司的事情忙 她女朋友的事情更忙 银燃燃跟她在一起了 那天我早上拉拾手机没电了 许称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睡着了 我就把她手机拿走刷视频 许称手机没设密码 因为她觉得她对我来说 根本没有秘密可言 我刚刷开视频 银燃燃的消息就来了 阿琛 虽然知道你们是假的 但我总觉得很不舒服 算了 不提这事了 你看我们的心情与头像 是不是很配 我跟许称原来定的下半年才去领证 许称想的是能拖就拖 如果能在领证前骗到爷爷 拿到继承权 那也就可以省去结婚的麻烦了 不过钱是少不了我的 虽然说爷爷是真的想我们结婚 对我也好 心里难免有愧疚 可我也是真的需要钱啊 我从小到大 家里条件虽然说不算差 可我就是喜欢钱 没有什么苦衷 也没有因为什么家里人生病 我就是爱钱 我喜欢卡里有满满当当存款的感觉 更喜欢余额里有数不清的数字 刚开始 许臣说我败金 说我财迷 我思存到 或许 我上辈子是没铜钱 许臣摆我一眼 那我就是打铜钱的那个人 有了钱 我就能开家自己喜欢的猫卡 画漫画 买大房子 让爸爸妈妈搬进来一起住 所以当看到银燃燃的消息时 我替许臣回了一个表情包 然后点进银燃燃的朋友圈 在他最新那条动态里点了一个赞 他的最新动态是一张图片 他牵着一个男生的手 男生骨节分明 戏场好看 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那不就是许臣的手吗 前阵子画漫画 许臣的手实在是太过好看 我直接抓过来当手模了 两人食指相扣 亲密到宛如热恋中的情侣 我有点唏嘘 这个银燃燃 前阵子不还喜欢沈潇吗 怎么这么快又俘获了许臣的放心了 刚感慨完就收到沈潇的短信 来绿茶餐厅 我问他要做什么 他却不回消息了 只是发来一张图片 像素有点模糊 但不影响我认出来 上头居然是银燃燃 他挽着一个中年男人的胳膊 脸颊贴在对方肩膀上 看起来在撒娇 我 怎么了 这是银燃燃的爸爸吗 人家妇女吃饭 关你什么事 沈潇的短信戛然而止 也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穿一身黑 包裹严实地来到了绿茶餐厅 左右张望了几眼 看到坐在最里头的沈潇 沈大少爷一个人站了一个大桌 支着下巴懒洋洋地招呼道 特意给你点的 吃吧 我吃了两口 就想起了还有正事 干啥呀 大老远地喊我过来 就是请我吃饭的 沈潇 不是 点多了 吃不完怪浪费的 我瞪他 说正事 沈潇把手机推给我 上面是一段透露的视频 银燃燃着实有点倒霉 每次跟情人约会 都能被人听到 视频里的银燃燃 一进包间 就坐中年男人腿上 抱着人家的脸就啃 啃完后 还补了个口红 两人聊天 还聊到了许琛 中年男人 不是说 要把许琛搞到手吗 怎么听说 他又要结婚了 银燃燃 算什么 他又不喜欢那个女的 我照样不一样拿捏他 中年男人整理了一下领结 那行吧 到时候 把钱搞到手就甩了 银燃燃 那是自然 这些小白脸 哪有你魅力大 裂了 我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沈潇 沈潇以为 我接受不了许琛不喜欢我的事实 开口安慰我 你也不用太难过 反正眼下知道银燃燃是什么人了 你让许琛离她远点就行 她怎么可能听我的话 我低着头思考了许久 最后却问道 银燃燃是有练丑痞吗 这么老 这么丑的男人 哪比得上许琛 沈潇却觉得 平常 这个圈子里有怪癖的人多了 我点头 也是 难怪你那天进女厕了 吃完饭我要走 沈潇问我 许琛又不喜欢你 你是为了什么 非要跟她结婚 你们这些有钱人 肯定不懂我们平凡人的快乐了 我话到嘴边就变了 喂 未来 钱 沈潇抱着臂 讽道 行吧 记住当时候别哭得太惨 我当然会哭 抱着我的两千万 感动到哇哇哭 只是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就算许琛喜欢银燃燃 但我也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许琛 被这样的女人骗 万一银燃燃把许琛迷得要死要活 一吹枕头风 许琛连那两千万都不给我了怎么办 不行 我得拆散他们 然后 让许琛找一个靠谱的对象 于是 许琛每次出门前 我都会有意无意地问一句 你去哪啊 许琛 去公司 如果问到 去约会 我就立刻找事 爷爷今天约我们去家里吃饭 或者是我今天要画个帅哥 你帮我当一下模特吧 久了 许琛也就闻出点味来了 苏软 你该真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你女朋友银燃燃 给你戴了两顶大绿帽 她还喜欢又老又丑的男人 她吐你笨 吐你蠢 吐你的钱 可是 这些都是我能说的吗 万一许琛一怒之下受了刺激 连我都烦了呢 那我的两千万 岂不是打了水漂 我面色为难的样子 令许琛也脸色变了点 许琛又要说话 我赶紧打断她糊弄过去 就是觉得 你老出去 把我一个人扔家里 我有点无聊 许琛犹豫了一下 那 我给你买只猫 她不是最讨厌猫的吗 我 许琛 虽然说 咱们是契约关系 但是 好歹我是你名义上的未婚妻 你成天老是跟其他女人约会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还是稍微收敛一下下吧 看她在思考 我又补了剧 怎么也要等这件事结束后 你再谈恋爱可以吗 大概许琛也觉得自己最近跟迎然然有点太张扬了 也就硬了下来 待在屋里的时候多了 我又看她不顺眼了 甚至觉得她有点烦 你电视声音开这么大干嘛啊 我怒到 最近画的漫画有点卡林感 许琛公司里没啥事 又不去跟迎然然谈恋爱了 整天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闲晃 我嫌她烦人 跑去阳台画 她又故意把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 挨了骂她也不反驳 最后 她看我皱着眉 闷头画漫画 才打开阳台门出来 揣着兜 你画这些玩意儿 还不如我一个月给你的零花钱多 又不赚钱 来陪我看电视 我最近来了大姨妈 把笔一摔 声音拔高了八度 你又不能一辈子养我 我总得有个自己的特长吧 许琛以往就爱跟我吵架 一吵 我们能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地吵半个小时 今天却安静到初期 我气鼓鼓地喝了一大口酸奶 嘴上呼了一大圈奶也懒得擦 许琛突然伸手 大概是想替我擦掉嘴巴上的奶子 我以为她又要掐我的脸 下意识地缩了一下 还隔开她的手 大姨妈来的小腹 一股脚痛感在袭来 我收好数位板 打算进卧室躺一会儿 跟许琛错身而过 我好像听到她小声道 养一辈子 也不是不行 过了几天 跟许琛的一群朋友 外出露营 早上她问我 怎么还没收拾东西 不是说好了 今天要去露营的吗 心上的漫画反响不错 我熬了两个通宵赶漫画 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 我 我不去也没关系吧 最近真的挺忙的 再说 你都是跟朋友去的 寅然然也在 没人乱说的 许琛却突然来了脾气 苏软 答应别人的事情 还带反悔的 赶紧去收拾 不然我扣你下月工资 还真把自己当老板了 我继续话没理她 她却一把 拿走我的鸭杆笔 仗着身高优势举高 你把笔记本 带上不就行了 我拽着她手臂往下拉 不行 人太多 我画不进去 许琛弯着唇角道 你该不会因为 我跟云然然吃醋 所以画不下去吧 我黑人问号莲 我深吸一口气 伸出三指病笼 对着天空 前程发誓 我苏软 绝不可能对自己的老板 伸出半点不轨念头 如有半点非人想法 请天打雷劈 本来是为了让她安心的 可许琛的表情却不大好 她把笔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咬着牙横倒 废话少说 跟我走 我去找笔 跟她动手动脚尖 把她推倒在沙发上 许琛表情一变 笔被作断了 许琛用下个月双倍 酬劳勾引我 最后 我还是跟她一起上了车 到了服务区 许琛的其他朋友 已经在等着了 我上了个厕所回来 刚好看到沈潇 靠着她的越野车抽烟 我看了眼 跟许琛聊天的银冉冉 识趣地走到沈潇的车旁 可以做吗 沈潇咬着烟 耸耸肩 随便 上车后 我缩成一团 打算再睡一觉 沈潇瞥了我一眼 你除了能吃能睡 还能做什么 我想了一下 能喝 沈潇脸眉笑了声 油门一踩 车子飞快开了出去 他们带了不少酒 上去喝来试试 沈潇的声音有点酥 像是那种 极会念台词的声忧 咬字发音 前后尾声都是很好听 吊吊里还带着那种 独属于男主音的震耳感 我俩有一句没一句的闲扯 刚才在服务区 我看到许琛 还特意跑去找人买红糖水 吟然然也来大姨妈了 她肯定是记得的 我是她未婚妻 虽然是假的 她应该永远也不会知道 原本是我话多 听着沈潇偶尔搭一两句枪 路程太长 我又忍不住打起了瞌睡 迷迷糊糊间 听到沈潇喊我名字 酥软 冷不冷 我嘀咕了一句 口齿不轻道 我也有小名啊 我小名叫软软 最后上山的路特别点 满路的碎石 有一节路 甚至只能允许一辆车通行 所以当上山下山的车辆 同时进入拐弯处时 会特别危险 许琛的车头 都被蹭了一大快气 沈潇尝了一副车技很烂的脸 开车技术却意外的好 她问我 要不要坐许琛的车 我看许琛在那里 安慰惊魂未定的银冉冉 摇了摇头 我觉得吧 你的车技好像更靠谱一点 沈潇以为我吃醋 她五指哒哒地敲击着方向盘 这么险的路 就不怕跟我一起翻进万丈悬崖 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认真到 许琛这群哥们里面 我还挺喜欢你的 所以吧 能跟喜欢的人一起死 也不算太糟糕 不过最重要的是 我肯定你不会开进悬崖里 沈潇手臂的肌肉突然紧了紧 她拉下我的手 笑起来 用不着吊我 我不是许琛 我 什么吊她 这人怎么彩虹屁都不管用啊 虽然也算不上彩虹屁 但我还是挺喜欢沈潇的 还不是普通朋友的那种喜欢 感觉跟沈潇在一起会特别放松 就像是我俩认识了许久一样 只是我知道 我没资格招惹沈潇 更没机会告诉她 我的真实想法 毕竟 我是许琛即将结婚的未婚妻 就算跟许琛离了婚 沈潇应该也不会跟我有什么 像他们这样的人 除非是许琛爸那种 被逼到南非众香蕉的地步 怎么可能会跟我这样阶层的普通人有交集呢 所以啊 我得搞钱啊 搞不到男人 我还有钱呀 在途经一个险道的时候 有辆车下山 路太窄 没法退 沈潇的车轮子几乎贴在了悬崖边上 我紧张地手脚出汗 沈潇一个方向盘往左打 完美地踩着线通过 苏软软 有机会还是跟许琛算了吧 我看着山下万丈深渊 云雾缭绕 脑子还嗡嗡的 听到他这么说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不可能 钱还没到手呢 不能半途而废啊 沈潇没说什么 从他抿着的唇线和下颌脚紧绷的咬机来看 他应该是在气我 或者是看不起我 为了嫁给许琛 连尊严都不要了 到山顶后 天已经快黑了 沈潇没理我 先下了车 我揉着发麻的屁股和大腿 慢慢地挪向旁边的石头 在上面坐了下来 一瓶保温杯 对好冒着热气的红糖水 突然递到我眼前 许琛 她知道我来大姨妈了 我刚感动了两秒 许琛就打破了这份美好 许琛干咳一声 冉冉不喜欢喝这东西 我看你好像还挺喜欢的 把它喝了吧 我一边骂骂咧咧的 一边接过来 还好我不喜欢许琛 要是喜欢迟早得被他气死 刚喝了两口 有人从后面滴溜着我的帽子 把我拎起来 动作略粗鲁 沈潇把一个包装袋塞我怀里 有些不耐地把我拎到车子旁 帐篷椅子都没铺好 乱做什么 上车去把那玩意儿搁肚子上贴好 居然是带暖宝宝 我还以为他钻进其他车子里去要烟去了 结果要了包暖宝宝 虽然但是 他怎么知道我大姨妈来了 我感动得吸了吸鼻涕 要是假结婚的对象是沈潇 那我岂不是得为难死 一边是两千万 一边是话操人不操的帅哥 好纠结 贴好暖宝宝 红糖水溪溜光 身上的温度也上来了 山上的温度到了半夜能降到零下 我裹得严严实实地钻出车子 帮忙弄帐篷 搭桌子 烤烧烤的时候 许称像是有什么大病 我烤好一串就拿走 嘴上说着 银冉冉喜欢吃 结果全进了自己肚子 我故意拿了一串生鸡翅 假装在火上翻滚几下 然后拿起来往嘴边送 果然一只手伸过来 又从中拦截住 许臣嚼了两口 愣住 怎么是生的 我笑得喘不过气来 鼓掌指着他肚子 可不就是生的吗 虽然是个幼稚的洞房玩笑 但他那几个哥们笑得停不下来 许臣又好笑又好气 伸手掐我脸 待会儿再跟你算账 我打开他的手 继续美滋滋地烤烧烤 烤好了几串 我想拿给沈霄 扭头找他 却发现他早就不在旁边了 奇怪 刚刚还坐在旁边开啤酒罐喝酒的 我把啤酒煮热了 然后倒来喝 因为他们带的种类多 我混了好几样 我喝得最多 因为我酒量好 喝了十几中完全没反应 其他几个男生 却接二连三地吵着头疼 要去睡觉 银然然也喝酒了 脸上粉色阴晕动人 路上我一直给这俩货 创造独处的机会 只是一想到银然然是什么货色 我就又后悔了 放纵银然然勾引许琛 就是跟我的钱作对 银然然有意无意地往许琛身上靠 许琛准备去扶他 我一把勾过许琛的脖子 往他嘴里灌酒 喝呀哈哈哈哈 祝我们下个月新婚快乐 许琛眼里闪过意外神色 竟然也没推开我 就着我的杯子喝了一杯 下个月结婚 其实是我胡说八道的 我只是想催许琛快点 夜长梦多 干脆咱们早点把婚结了 早点离了我好拿到钱 周围的朋友 开始拿起酒杯祝福我们 许琛却没有反驳我 侧脸问我 就这么想嫁给我了 那不 废话吗 再拖下去 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钱 我嗯嗯地点头 银然然却突然一脸受伤 捂着脸跑开了 许琛刚想动 我用力扒着她的胳膊 一边瞪她 许琛叹了口气 她上来之后 就有点高原反应 外面又这么冷 万一 我一拍胸脯 我去啊 趁她还在惊讶的时候 我已经先行跑过去了 小样 想跟许琛独处 没门 我一路小跑 追着银然然 山顶的海拔高 我刚跑了两步 就喘到不行 银然然也喘 我更喘 我在后面边追边喊 银然然 你哈呼 哈呼你慢点 银然然头也不回地跑 别 哈呼哈呼 别管我 最后 我一个恶狗扑石 成功把她带倒 银然然 被我压得小脸煞白 娇喘着 你 你起来 我摇头 除非 非非你回去 银然然拗不过我 点头 结果等我一起来 银然然坐在地上抱着双膝 嚎啕大哭起来 我 不得不说 银然然温温柔柔的样子 嗓门还是极响亮的 她的哭声成功引来了许琛 许琛皱着眉上前来 弯腰去扶她 怎么回事 银然然轻咬着唇绊 小声道 她 她应该不是故意推我的 我 马力苏电视剧看多了吧 这种剧情 我家狗都不看 刚要说话 许琛抬头看我一眼 眼神复杂 银然然哭丧着脸 脚 脚 脚 好像崴了 许琛蹲下身去 银然然乖巧地趴在她背上 我看着这俩货般配的样子 心里毫无波动 甚至有点想磕 CP 要是银然然不那么花心 我肯定撮合这俩人 正叹气的时候 我一个转身 肚子抽痛 哐郎一下栽进了草里 山顶的积雪梅化 刺溜滑进脖子里 冻得我呲牙咧嘴 这时从后面伸出来一双手 字叶下把我横托起来 我侧头 沈霄浓密的黑结青锤 一个男人长着桃花眼 桃花唇 却一点也不违和 唇半看着 好像也很软的样子 他也遇到 有这么伤心吗 站都站不起来了 我 没有 肚子疼而已 他将我放下来 却稍微伏地下身子 站我前面来 我 干啥 沈霄 背你 我咽了口口水 蠢蠢欲动 不大好吧 沈霄忘了 严许琛和银然然的方向 但声道 别的女生有的 你不也得有吗 我眼眶一阵热气上涌 却又听见他接着说道 不然你被他们气哭了怎么办 沈霄背我回去后 许臣看了过来 眉头皱着一直都没松开过 怎么 还在气他说的我推他的事啊 自己长没长脑子啊 我怎么可能会推他 推了他是能让他没了孩子 我能当上皇后还是咋地 猪脑子 我没好气地回瞪他 接下来我们一行人 该吃吃该喝喝 除了我跟沈霄 其他人几乎都醉了 我跟许琛虽然是一个帐篷 但在里面有一层隔开来的空间 所以倒是没有什么 一切原本很平静 睡了一会儿 我起来上厕所 碰到了沈霄 他一个人坐在帐篷外面椅子上 看头影仪播放的电影 手边有几罐空了的酒瓶 我这时候 醉意反而上来了 直接走过去 沈霄 喝闷酒啊 我坐在他旁边 跟他一起看了会儿电影 然后我扭头盯着他 沈霄 你真帅啊 他沉默了两秒 起身准备来拉我 喝醉了 还出帐篷 我抓紧凳子不松手 别 别让我回帐篷 他安静了一会儿 垂眸看我 怎么了 我打了个长长的 响亮的酒隔 没什么 就是不想回去 沈霄抓起外套 像是不想跟我有什么纠葛似的 那我睡了 我可能真的是酒撞耸人胆了 伸手揪住他的衣角 沈霄 陪我坐会儿吧 长久的默然后 沈霄把衣角从我手里抽出来 避嫌味十足 苏软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如果不开心 不高兴 不想要 可以不用结这个婚 我没有回答 所以最后 沈霄还是走了 我坐了好半天 等这部电影放到结束 我才头昏脑胀地起身 往帐篷走去 到帐篷外时 我愣住了 银冉冉的粉色运动鞋 跟许琛的 并排放着 他什么时候溜进去的 虽然很意外 但我确实也没办法 像银冉冉这种女人 已经没办法用正常的三观和道德观念去衡量她了 我当然也没资格去评判她 毕竟我也只是为了钱 帐篷里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 但我只是知道 今晚我可能无地可去了 我缩在椅子上 拿了个毯子 裹成一团 睡了一会儿 我感觉被谁轻轻抱了起来 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 我居然在沈霄的帐篷里 那她睡得哪儿 我从帐篷里钻出去后 刚好看到从越野车上推门下来的沈霄 大概是车上睡得不太好 她扭了一下脖子 然后把目光对准了我 我心虚地低下头来 沈霄静止朝我走过来 然后抓着我的手腕 走 方向是朝着许琛的帐篷 我慌了 干 干啥呀 沈霄 绿帽都发光了 你还打算装作若无其事 我挣扎了一下 用力扒开她的手 沈霄 这是我们的事情 你不要管 我该怎么委婉地告诉她 我其实是能忍受这种绿帽的呢 沈霄看我一脸拒绝 终于忍无可忍了 苏软 你还想着嫁给她 长点脑子行不行 其他帐篷里的朋友 三三两两的也开始出来了 我急了 口不择言道 我的是你别管了 都是我愿意的 对不起了 沈霄 一顶不痛不痒的绿帽值两千万 是我赚了呀 我话说完 沈霄的眼里 恢复成最初见识那种冷冷淡淡的疏离感 她吃笑 行 算老子多管闲事了 以后你的事 少来烦我 沈霄看都没再看我一眼 自己转身回了车上 油门一轰 很快就消失在我眼前 我发了惠带 摸了摸心口处 那里空空荡荡的 山上突然下起了小雨 风也更大了 我转过脸去 看到许琛和银冉冉 从帐篷里出来 许琛一脸欲足 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似乎宿醉未醒 触到我的视线时 她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最后 我一脸平静地 朝她招了招手 走吧 上车了 回去之后 我依旧平静到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许琛却又有点受不了了 她问我 昨天我跟银冉冉 我 哦 祝福你们啊 许琛抱住头 一脸焦躁 昨晚我也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我压了一声 坐她身旁拍拍她的肩 哥们 坐了就得负责任啊 许琛侧脸看向我 那你昨天 怎么在沈霄的帐篷里 人家可是正人君子 车里睡的 我没好气到 许琛单手捂着脸 声音又闷又沉 小阮 我们快点办婚礼吧 我点头 可以啊 许琛抬头看我 眼里的情绪 突然变得复杂起来 小阮 其实我现在对银冉 我突然也有点慌 立刻打断她的话 我还有事 得出去一趟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昨晚我半夜 跑出来上厕所 就是因为收到 她的表白短信 她说 苏阮 我好像有点喜欢你 我们能不能来真的 这 当然不行了 来真的我的两千万 岂不是就要打水漂了 想得美 婚礼日期定在下个月 许琛像是为了弥补 婚前给我戴绿帽的行为似的 这段时间一直陪在我身边 走哪都跟着 定最好的婚纱 买珠宝首饰 亲力亲为 拍婚纱照那天 七夕节 我俩刚换好衣服 许琛眼里闪过一丝惊艳 小阮 你穿这套好漂亮 这套咱们买下来吧 我有气无力道 许琛 你已经买了八套婚纱了 真用不着 她搂着我的腰 眸光深情 只是觉得你穿着好看 什么都想买给你 要命 而就在摄像师刚要按下快门的时候 许琛手机响了 是银燃燃的短信 她 阿琛 我怀孕了 我用八卦的眼神 瞟了两眼许琛的手机 许琛看着短信 看了很久很久 拿着手机的手 最后竟然有点轻颤 不等她说话 我就推了她一下 去吧 许琛深深看我一眼 走了 等她走后 我一个人穿着婚纱 走到休息室里坐了会儿 周围的化妆师和造型师 眼神古怪 估摸着许琛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了 我打算进更衣室换掉婚纱 好巧不巧 我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跟一个女生一起走进店里来 经理热情地走过去 招呼他们 沈潇 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那个女生又是谁 女朋友吗 我第一次觉得仓皇 躲进更衣室去 我刚躲进更衣室 就听到员工在找我 化妆师 刚才那个许总的老婆 还拍不拍呀 怎么会有人拍婚纱照 新郎中途跑路的呀 员工 谁知道呢 看那新郎收到条什么短信 脸色都变了 我猜呀 多半是什么小情人追债来了 我听得也认真 虽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不过也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就像许琛 她说她喜欢我 可还是因为 仍然能直接 在拍婚纱照的日子抛下我 化妆师又说道 这些有钱人 不都是这样的吗 看着碗里的 吃着锅里的 是我给我一千万我都不会跟这种人结婚的 更衣室的门被人推开了一下 外面的女孩惊呼一声 抱歉抱歉 我们都以为里面没有人 是我忘了所好 女孩很漂亮 青春活泼 长得像电视里面的明星 而她身后不远处 坐在沙发上的沈潇 抬起头来 跟我的视线撞在了一起 我平住呼吸 看到沈潇慢慢站起来 往女孩这边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个没有新郎陪伴的新娘 显得如此可笑又可怜 沈潇站定 看着我身上的婚纱 许琛呢 女孩拉了拉沈潇的手臂 潇哥 他是谁啊 沈潇表情平淡 一个朋友 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我走到旁边的更衣室里 把婚纱换了下来 换完后 沈潇就站在店门口抽烟 我冲他笑了笑 沈潇 再见 沈潇扔了烟 但声答 嗯 那女孩走出来喊他 我赶紧转身 陶冶似的 打车离开了婚纱摄影店 在车上 我在想 沈潇是也要结婚了吗 怎么会这样快 真好 他们看起来真配 那女孩应该会很幸福吧 至于许琛 我还是会拿到前后 再跟他说再见 毕竟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能依靠的 只有钱 因为许琛要处理 银冉冉的事情 我正好趁机回了趟老家 因为沈潇要结婚的事情 我心烦意乱到 连漫画都画不进去 成天蹲在院子里面喝闷酒 我问我妈 妈 如果一个人因为钱而放弃了爱情 那傻不傻 我妈正在喂狗 翻了我一个白眼 我只知道人因为爱情放弃了钱 那才叫傻 因为只为了爱情的话 她很有可能人才两空 老妈睿智 可惜沈潇不会喜欢我啊 不然我很有可能会犯傻 在家里躺了一周 被我妈催促着起床 我哼哼唧唧地不起来 却突然听见一声轻笑 我瞌睡被吓醒了 睁眼许琛站在我床边 你 你你怎么在这里 许琛想掐我的脸 被我躲开了 我却看到她脸上有淤青的痕迹 你脸咋了 被人揍了 许琛支支吾吾的 没什么 不小心撞的而已 她看了眼 我这颓迷的模样 突然半蹲下来 小心翼翼地说道 小阮 是我不好 银燃燃的事情 是我没处理好 咱们以后还是好好在一起 可以吗 她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我 怎么处理 孩子总得要吧 要了也得给她一个名分吧 许琛 她说她可以不要名分 我会用钱补偿她的 我突然觉得 眼前这个男人很可怕 我笑了下 就像用钱补偿我一样 她突然用力抱住我 不一样 软软 我想了很久 我是真的想跟你好好在一起 可是我不想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许琛 我俩从一开头 就只是一桩交易 我正开她 许琛 我不喜欢你 就算结完婚 一年后 我还是会跟你离婚的 许琛愣了一下 她有些茫然道 就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我摇头 咱们不是约好了吗 不能动真感情 许琛却怒道 那又怎么样 我反悔了又怎么样 苏软 你只能是我的 我不会放手的 她说完 带着怒火转身就走 像个得不到玩具的小孩似的 我继续闲于贪了会儿 却又收到许琛的短信 她像是在故意惹我生气一样 再给你二十万 去照顾银冉冉 她说 要你去照顾她 哦哟 哪有这种好事啊 我不但不气 反而隐隐有种雀跃感 我立马来了精神 爬起来收拾东西 去照顾我未来老公的小情人孕妇 出门前许琛暴毙 看我收拾东西 你倒是挺上心 一点都不难过 我难过啥 这二十万的工作 我去哪里找 加上之前答应我的二十万 我一个月就有四十万的收入 暴富使我眩运 我一阵激动 脑子嗡嗡的 有点腿软没站稳 许琛上来稳住我 怎么了 不想去的话 可以直说啊 这傻孩子 还以为我是对他有感情的呢 我含泪到 感谢老板送来的意外之财 许琛被气得倒退一步 铁青着脸指了指我 最后还是放弃跟我交流 许琛开车送我去 她跟银冉冉安排的新房子 是一处公寓 一进屋 我就听见银冉冉 以止气使的声音 正在骂一个佣人 我看着她一副宛如 怀了皇太子的嘴脸 退后半步压低嗓门 三十万 许琛脸色更难看了 但是银冉冉 已经看到我们俩了 她只能咬碎了牙印刀 成交 我可太爽了 许琛离开前 一直念叨着 我真的是疯了吧 欢送她离开后 银冉冉抱着臂朝我 你为了钱 还真是什么脸都不要了 我笑眯眯道 你不也一样吗 大哥别说二哥 脸上麻子一样多 银冉冉立刻就没舍了 大概是被我戳到了痛处 她朝我翻了个白眼 就自己拿着手机自拍了 好像把我也拍了进去 此刻的我穿着围裙 拿着锅铲 一脸贤惠保姆像 不过 我低估了银冉冉的智商 她还把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大概是想炫耀自己的地位 很快 她就接到了许琛的电话 大概是被训了 毕竟豪门里这样的事虽然多 但许琛还是不想被更多的人知道 如果事情闹得太难看 被爷爷知道 她的继承权可能要没了 银冉冉接完电话 眼眶都是红肿的 她瞪我一眼 喊我出去 她说暂时不想看到我 关我什么事啊 喂 我刚出她家门 就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沈潇 我手心有点麻 不知道该不该借 可是 我好想再听听她的声音啊 接起电话后 她的声音里 似乎带着隐忍的沉怒 沈潇 下来 我 啊 沈潇 下楼 不下来 我上来逮你 我反应过来了 沈潇一定是也看到 银染染发的朋友圈了 因为那家伙发朋友圈 还爱戴定位 我跑下楼 楼下只有一辆出租车 就在我准备凑过去 贴在出租车窗上 看有没有沈潇在里面的时候 后座车门打开 我被一条强劲有力的手臂 拽了进去 沈潇的肩膀估紧我 让我没办法动弹 她身上有微醺酒味 低雅的声音从我耳侧响起来 酥软软 妈爷 这声音 叫得有点过于暧昧点了呀 司机师傅很识趣地自己下了车抽烟 我隐隐觉得她情绪不大对 小声问 沈潇 出什么事了 沈潇似乎很疲惫 她估在我肩上的手臂 却没松开半点 我稍稍动了下 沈潇却突然转过身体来 目光里带着思浊烧人心的炙热感 我能感觉到 我心脏在飞速狂跳 我盯着其他地方 嗓子发干 你 你是刷到银染染的朋友圈了吗 其实 我有自己的原因了 你不用替我感觉委屈 总之以后 有机会再搞 嗯 嗯嗯 下巴被钳制住 偏向她 唇盼被咬住 沈潇黑色的瞳孔里 燃烧着 我无法承受的深意 她的唇齿间 还留有啤酒淡淡的苦涩味 是 喝多了吗 我该推开她的 我必须推开她 我快结婚了 而她也有女朋友了呀 可是我做不到 她亲得一点也不温柔 咬得我生疼 我贪恋地看着她半合的眼和精致无关 就当做她最后的不知所以吧 不知过了多久 沈潇闭着眼 投靠在我监测 她低难道 老子真的是疯了 沈潇醉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她低声道 苏软软 你真的是个妖怪吧 我怎么就看上你了呀 我猛然捂住嘴 心脏狂跳到几乎蹦出胸口来 沈潇 喜欢我 沈潇 苏软软 去 去 跟我找许琛退婚 她嘀咕了声 那种人有什么好喜欢的 而就在我心愿意马的时候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是许琛的短信 你们在干什么 我抬头 好死不死 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许琛 她脸色铁青 应该是看到沈潇亲我了 我耳朵有点烫 问她 都看到了 我思索了一下 看着沈潇 几乎已经睡着了 我突然就生出一股冲动 我给许琛继续回消息 许琛 要不然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反正我看爷爷 已经要把继承权给你了 许琛直接回了电话 我接起来 许琛的声音突然变得格外 遥远冷静 苏软 协议上写好了 如你毁约 所有酬劳不予己付 她像是在诱惑我 软软 跟我结婚吧 我给你三千万 一年后你要是还不喜欢我 我放你走 我恍惚了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的恍惚 让我惊觉自己的庸俗 用钱就能收买我 我这样的人哪配得上沈潇啊 沈潇睡得很熟 我让司机把她送回去 我下了车 许琛明显很满意我的选择 她走到我面前 伸手握住我的手 走 咱们回家 迎然然这里 我会给她安排其他人来照顾 她好像很兴奋的模样 一路上与我讲东讲西 我兴致缺缺 满脑子都是乱糟糟的浆糊 我看着她的脸 一点移民也生不出来 许琛啊 我俩从一开始 就是一桩交易 错误的开始 怎么又会有正确的结束呢 越临近婚期 我却越觉得恍然 那晚的闻 好像一个美好又珍贵的梦 但我知晓那不是梦 嘴唇到现在 似乎还在隐隐作痛 只是当我看到沈潇把我拉黑了的时候 心脏深处的顿痛感突然百倍地放大泛滥成灾 痛到我指尖都是麻木的 我任由化妆师给我做妆造摆弄 就像被摆弄的木头人 我问许琛 沈潇是不是要走了 她是不是也要结婚了 许琛冷笑 还记着她呢 是啊 她要走了 她要回英国结婚 我漠然感觉眼前一黑 差点犯了低血糖 我好像正在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错误 中途我妈进来 看我脸白得像纸一样 丫头 你怎么回事 脸色这么差 我趴在她怀里 头枕在她膝盖上 眼眶发热 妈爷 我要是说 我想逃婚 想为了一个人三千万都不要了 你会不会骂我 我妈冷酷无情地在我脸颊上掐了一下 很轻 没打你都是轻的了 不过很快她又道 那个人是怎么样的 我默默流着眼泪 她很好 她要我想清楚未来再结婚 她也会为我打抱不平 会记住我的小明 还知道我生理期时帮我借男宝宝 我受委屈的时候她都在 会护着我 肚子疼的时候背我 我妈 哦 那还等什么呀 笨蛋 去追呀 我哭得妆都快花了 可是她要走了 好像也要结婚了 我妈给我屁股上狠狠来了一巴掌 好像好像 你也说是好像了 亲口问了吗 我摇头 我妈 那就是了 虽然妈不知道你今天 会不会因为失去三千万而后悔 但妈知道 你今天如果什么都没做 将来一定会后悔吧 她替我摘下头纱 轻轻拍了我肩膀一下 去吧 她出去了 我吸了吸鼻子 过了会儿起身去推门 门开 许臣站在外面 脸色铁青 苏软 你想去哪儿 她上前来 拽着我的手 将我往里拉 然后固执蛮横地 将我按坐在梳妆台前 捡起地上的头纱给我戴 我挣不开她 只能求她 许臣 对不起 我反悔了 我不想结这个婚了 许臣眼眶也是红的 她伏地身子 脸贴着我的脸 咬牙横倒 酥软 今天是我们的大好日子 别开玩笑了 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好 今后我都弥补你行不行 我心慌得厉害 第一次哭得这么惨兮兮 许臣 求你了 我反悔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钱我都不要了 我不要了呀 而恰在此时 爷爷的秘书敲门进来 递给许臣一叠文件 恭喜呀小臣 继承文件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我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你看 继承权已经拿到了 你没有后顾之忧了 钱我不要了 许臣 我要走了 许臣固执病犯了 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 你想去找沈潇 他已经上飞机了 没用的 而就在拉扯的时候 化妆室的门被一脚踢开 竟然是 沈潇 沈潇带了很多人站在门口 许臣有些意外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会来 沈潇 我不能来 他看了眼哭得乱七八糟的我 冲我伸出手来 过来 软软 我却一时间有些犯犹豫 这 什么情况 沈潇冷哼一声 如果不是找银冉冉冉问清楚了 你们准备骗多久 那又怎么样 许臣抓着我手腕不松 苏软跟我有协议 他选了三千万 沈潇 嗯 沈潇突然轻笑一声 声音有点颓然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过来干嘛的 那天你把我扔在出租车里后 我本来想着老子以后再也不会管你的破事了 可苏软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不对劲 我觉得你的事也不对劲 所以我就去找银冉冉问了 结果得知你就是为了三千万 我心里咯噔一下 完了 这下在他心里更没好印象了 他肯定觉得我就是个肤浅又拜金的女人了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沈潇清道 苏软 我只问你一句 愿不愿意跟我走 他后一句又化作无可奈何 不愿意的话 不逼你 就祝你们一句 新婚快乐 白头偕老 即使是知道 我是这么一个现实又拜金的人吗 我已经呜呜哭到鼻涕 眼泪都呼一脸了 我抽抽大大的点头 愿 愿意 许琛阴沉着脸 怒视沈潇 你就这么当我哥吗 抢我女人 沈潇 许琛 原本你三心二意 在银冉冉跟苏软之间摇摆不定 老子忍你很久了 人家小姑娘不是货物物品 你以为用钱什么都能买到 你懂尊重人吗 许琛张了张嘴 说了一句无可救药的话 那也是他愿意的 沈潇 嗯 你说的没错 可首先提出交易的是你 先把对方摆上货物位置的也是你 所以 最终得不到真心和回应的 也是你 我跟沈潇 最后是手牵着手跑出酒店的 还有些不明 所以许琛家的保镖追了出来 就像是电影大片 浪漫男女主逃婚的场景一样 我想起最后许琛松开我手的样子 像极了一个 丢失了心爱礼物的小男孩 他好像 真的很喜欢我 但又不是那么喜欢我 可是 他想要的 我没办法给他啊 我喜欢的是独一无二的偏爱 而不是左右摇摆的心血来潮 再见了 许琛 跑出来后 我坐在沈潇的车上 累得气喘吁吁 沈潇 你不是要结婚了吗 那天跟你一起拍婚纱照的 沈潇觉得好笑 那是我堂妹 她老公消防员临时出任务 所以喊我陪她来店里取消拍摄的 我听她说完 却觉得局促 像我这么现实的拜金女 沈潇 嗯 不过不影响我喜欢你 我侧目看她 被她这直求的表白 搞得不知所措 沈潇慢道 这世界上 没有哪个不拜金的 没有不喜欢赚钱的商人 也没有讨厌钱的有钱人 不要把喜欢钱 当作一种罪过 正常的七情六欲而已 她替我散开新娘盘发 笑得促暇 更何况你不是最后还是选了我吗 我知无道 你就不怕我也是为了你的钱 沈潇臭屁又自大的模样 那不更好 反正钱都是我自己赚的 你喜欢我 还喜欢我的钱 这样不就多了一个更爱我的理由了 我被她逗得扑痴一笑 不要脸 笑了会儿 沈潇突然凉凉道 那天我坐车来找你 话都说得那么明白了 你还忍心把我抛下 我知无道 我 我已为你喝醉了 沈潇 我亲你了 你也亲我了 我没醉 她语气又聊又勾人 怎么亲完还翻脸不认人呢 我无脸 修鱼再继续这话题 这不是打算来找你认错了吗 沈潇轻叹 手臂一勾 我俩唇舌相接 细细密密地吻落在我唇半 似羽毛 她抵着我额道 爬山那晚 我抱你进帐篷 差点就不想当人了 话题飙升限制极 我捂着她嘴瞪她 她却笑得散漫 我搂着她的脖子 如获至宝般 何其有幸 我能拥有你 沈潇低笑 回应道 三生有幸 能遇到你啊